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崩塌 常常发出怪 意义轰鸣的时候 人们也没有在意 直到七月十五日 它突然大喷发 烟烟冲天 沿江四溅 一股强烈的热风骤然席卷而来 本土的这片民居在瞬间被毁坏 山的北路天崩地裂 在烟雨火当中 几个村落的四百四十四人 可能都来不及哭 就已被埋进土里了 本土为山下的旅馆 旅馆内的人都跑出来站在房前 似在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数人高的大使 沿着山谷滚落山下 火山喷发之后 成立十一年的日本市十字社讯 速判了几名医护人员前往救灾 本土为山下朱苗带丁内的救治所 对红十字会有所了解的朋友 应该记得 世界红十字会成立于1863年 最初的名字是五人委员会 八天之后 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从名称可知 当时是以救治伤兵为己任的 而盘梯山喷发 则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第一次在平时执行救治任务 后来 日本人在盘梯山间 要一块纪念碑 灾情发生之后 日本有报纸发起募券 捐十五钱以上者 名字可以见报 百姓踊跃捐款 很快 就募集到相当于 今天十五亿日元的捐款 在灾难中死亡的难以查清姓名者 则见有位丁飞 本土带漫天烟尘散去 大雨冲刷着这一切 人们发现 山下多出了几个湖泊 使这里成为了旅游区 不过 盘梯火山的喷发 开启了明治时代天灾模式 之后 二十余年 连续大地震 大海啸 大台风 灾难不断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大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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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啸